今天一支由百人组成的兵马俑方阵现身上海南京路和东方明珠广场 别具特色的兵马俑服饰加上整齐划衣的动作 引得中外游客驻足停留 上午十一点整 西安兵马俑表演队亮相于南京东路 按着震天的锣鼓 这支由一百人组成的兵马俑方阵整齐划衣的前进 不时还进行精彩表演 抬手下跪动作铿锵有力 最后方阵还用盾牌摆出了秦兵马俑为世博会喝彩的字样 下午兵马俑方阵又来到东方明珠电视台 据悉这次兵马俑来上海除了为世博加油 还将推荐西安旅游 我们39家景区 推出了从五折到八折的 赤这个出博门票到我们现在这些景区享受优惠政策的这么个政策 东方卫视记者朱一一报道